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家住德惠市岔路口镇的 焦育库焦大哥 焦大哥当了一辈子木匠 但是三年前媳妇生病了 身边离不开人 焦大哥就不接外面的木匠活了 而是在家养起了牛 因为这样就不用离开家 就能赚钱了 还方便照顾老伴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老伴病逝了 好不容易走出阴影的焦大哥 就想着再找个伴吧 两个人一起养牛种地 好好过日子 可是呢 在今天相亲的时候 遇到的两个大姐 却都想让大哥放弃一切 去女房家里生活 那么焦大哥会怎么选择呢 这样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是焦育库焦大哥是吧 妈你好年轻啊 我是婚娘孙茜 焦育库六十岁丧傲 居住地德惠市岔路口镇 两省地 您收入五万元 平房四间 知道我们今天来 焦大哥提前就给红娘打电话 说啊 她会来村口接我们 因为昨晚刚下过一场大雨 所以通往村里的路非常泥泞 不开车是根本走不进去的 大哥那你平时的车呢 就是来回那个走路用的吗 还是怎么样 走路呀 来回走路啥也其他啊 来回给老牛嘎草用它 给老牛嘎草 对对对对 那咱家那里养牛养几桶牛 现在剩啥了 那原来几个呀 原来四个 上周六卖一 卖多少钱 卖一万三 卖了一万三 对 哎呀 你这行啊 六个多月 那小公牛 到家了是不是 对对对 这片可挺大的哈 这不是三猪羽牛 这大牛都六七岁了 一年咱们靠这些养牛能收入多少钱 现在就是这两成年牛能收入两三万块钱吧 它是下公牛 下来公牛也就是三万左右块钱 下来羽牛就是四五万块钱 这怎么的 家里来客人了 你怎么不知道躲着点呢 哎呦 太可爱了 然后就是 那就除了牛呢 咱还有啥别的 还终于上地 靠地咱一年能收入多少钱 两三万块钱 两三万 那就是牛的话是咱就算四万吧 是不是 就是四五万块钱 那么样收入 对 咱往少了说 对 牛四万 地两万 那就一年咋的咱也能保证六万块钱是不是 六万块钱那是毛收入说的 那就纯收入收入不上那么多 纯收入呢 四万四五万块钱那么样吧 纯收入是不是 它得看年头好来 要是年头好包给你能多大一点 你还能多卖五千六千的 牛要是下了两小羽牛 你还能多卖几万 就像焦大哥说的 种地和养牛 也是个看年头和运气的事情 虽然焦大哥家里有两伤地 但是他还是更愿意把精力 都投入到养牛上面 看着圈里这几头牛 让焦大哥养的这个壮实和干净劲 就能看出来 他的勤劳能干了吧 那咱们这么多年就一直靠种地和养牛了吗 没有 我原先干木精活了 这以后 我16岁就开始干木精活 那干多少年木精啊 干了40多年吧 妈呀 16岁干 干40多年 那你这不相当于刚扔进吗 刚扔进 头三年我还在这团里还装潢 装修 头三年还装修呢 那养牛就合着是这几年 就是后期这养牛了 没有时间干了 木精活干不了了 那这么多年木精 那为啥扔下来啊 扔下是往家里有病 我干不了 除外干不了 我就在家没着 一讲我来 结了 16岁就开始当木匠的焦大哥 跟红娘说 要不是迫不得已 他也不愿意扔下 这40多年的手艺活啊 可是 谁让老伴得的这个病 这么特殊呢 他是神经病 都得22年了 精神抑郁症 他遗传 他父亲就精神病 一犯病了脑都跑 有一年他都跑到哈宾 就找不着家了 完去就求回来的 这时他没有病 挺好的 没人也没吃过 没说说他精神病那么严重 等后期我结婚我才值得 才值得老丈 对对对 那时候订完婚了吧 也不上老丈家窗门 我也没有时间 整天干木匙活 往后期结婚了 十多年就才值得 他家有几个孩子 他杀孩子 杀孩子都有吗 没有 那个 往大舅子他没有这个病 等人往那大椅子 等人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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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哥说 虽然刚结婚时 就得知老伴很有可能 会有遗传性精神病 可是毕竟当时老伴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 所以他也没把这件事往心里去 直到他俩结婚后的第十五个年头 这颗一直隐藏在他们生活中的定时炸弹 爆了 他才知道 威力有多大 结婚十五年以后 完了 我在工地干木匙活 他在家就得着病 就是整天要磕拿走 完了我在工地干活 给我打电话 我姐妈就回来看着 那时候有那个分奶精注射业 能买到 回来给他打上三天就好了 等到后期这个药 你叫国家控制起来 不要卖 完了后期就靠吃的药 吃药就不敢打的药 那么融洽 来的就要慢 那你柳子去医院看过吗 住过两次院 在长春宗山 还有那个第六医院 治不了 治不去根 就是在那住两次院的时候 就是一次撒月 住完了 回来是好了 好一些 玩过撒月两月 还犯 他这个犯病的时候 多数都我不在家犯的病 我常年在工地干活 下年在工地 下年就上楼里装修了 装潢 大家听说他犯病了就忙 就是在长春 要是在附近这个城市 就得打车抓紧 超红好 老伴病情的突然爆发 一下子就打乱了焦大哥 原本的生活轨迹 虽然有时候在干活和照顾老伴上 也会忙得焦头烂额 但是转念想想 毕竟老伴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不管多难 他都得负责到底呀 照一得是一年能犯 两次到三次 我一年平年严重 最近这三年犯的特别严重 每犯一次严重的时候就不想活 自残过一次 就发现早 现在说的六七年以前 正是十六 我把这些刀剪 带约的东西都藏捧了去了 捧锁了 他不知道怎么就开下来 等我出来的办事 回来正拿菜刀 就是拿着动脉 完结我抢下来 再挽回一步 动脉就拉舌了 就最近这三年几乎 我就整天看他 要不说牧民活不能干 整天在家 看他在吃这种老牛 在吃这地儿 老伴病情后来的发展 已经远远超过了焦大哥原来的预想 为了更好的照顾老伴 焦大哥只能回到老家种地养牛 这几年的日子有多难 想必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可是就算日子再难 只要他们这个家是完整的 焦大哥就觉得心里是踏实的 哎呀 也算老过来了 总算俩孩子都撑脚了 他都没看住 早得走 白经过了22年 就是今天春天三个分天吧 跳镜子 我那天去水里去了 亲属家半生去水里去了 我何几回来家没有人了 我把门锁上去 我又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是带娘家的 我接了三遍也没经找他 回来那就黑了 回来我就开始往这些 附近这些亲属家打电话 打谁家都没带 后期他们说在江发现了 这么吃 哎呀 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 就这几个月 我都不知怎么过来的 到现在睡眠也不好 一直不好 睡眠 你好好的 我说啥也不缺 你怎么能这心子是那么个死法 你怎么死也不能那么死 你怎么死法那磕上瘾 你经过二十多年 你直到他说我是经过二十多年 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怎么虐待了他 老伴去世后的这大半年里 焦大哥的心里头 总像是有一团乌云在笼罩着 久久不能散去 所以他现在很希望能出现一个人 带着他走出这个阴影 就是我想找个农村的 就说实实在在 跟我俩过异的 像从小夫妻一样 就想找这样的 勤劳本分的焦大哥 并不会说太多的甜言蜜语 对于未来的那个老伴 他愿意拿出所有的诚意 跟他相扶到老 家住得会是南长沟村的 林立真林大姐 跟焦大哥有着同样的想法 林立真林大姐是吧 哎呀 我是红娘孙茜 这个小指甲啊 小口红 都是值得今天我们要来要上镜了 要守着守着是不是 林立真60岁 丧偶 居住地德惠市南长沟村 一赏半地 年收入两万元 平房四间 就自己在家呢 自己 孩子呢 两孩子都在外面打工 姑娘儿子啊 两儿子 两儿子啊 结没结婚呢 都没结婚呢 都没结婚呢 多大了 没结婚呢 一个36的 一个28的 不应该呀 都有对象 都有对象啊 有对象 就是不结婚 没结婚呀 不知道 那不婚呀 那不是 不着急抱孙子呀 不着急呢 看人都有孙子 咋不着急 我都六来岁了 都六十一岁了 那你自己在家干啥呢 就没啥事就呆了成年了 这没啥事我不种地 我有地一赏半地也不种 完了就种到前后院 今年六十岁的林大姐 一直都靠中家里的一赏半地为生 近两年岁数大了 这才把地包了出去 两年前老爸去世了 两个儿子也都去了南方工作 现在家里就剩他自己了 今年四二年 今年算二年 今年九千就算二年 得了十一年 得定一年就是 就是挪血酸 完后都过了 三五六年吧 后来就是小挪未送 就不会动 也不会说话了 眼也包屎 看不到啥 那往裤头拉 一承就拉裤头 吞脏的 大雨便就压迫神经了 包屎了 不知拉屎了 大伙都说说 没有一个不说我 说我太有耐心法 一般人都刺不溜 就能刺 从小夫妻 你怎么说 能想要出生 就搬来夫妻 我都不得 我能给刺不得死 自从十一年前 老伴患上脑血栓后 林大姐就成了 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 又要种地 又要照顾 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伴 这些年 林大姐甚至 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也正是因为 林大姐对患病老伴的 这份耐心 让她在整个村子里 都得到了认可和好评 老伴去世后在这两年 经常有人上门 给她提亲 就借我乡不住 我找老公 就得找 都能养起我的 你就是能村 你说有地 一上来 第二两上来 那时候那时候 那包出就不种地了 一年两万两块钱 这个也够 我两花 再加我的一些 这个也够花的 我不贪高 一点不贪高 一个能村老太太 我找那么要 要求 没有那么太要求 对我好 实心实意 我就对你好 对于长老伴这事 善良朴实的林大姐 在物质方面 没有过高的要求 可是在她心里 却有另外一个 特殊的要求 就是往家走 关键上 我俩没结婚 还结婚 就是过年啥的 平常 所以回来 还没有讲 上人家 怎么他也是 不是人家 是哥 这是哥人家 林大姐的这个想法 红娘完全能理解 那么 踏实肯干的焦大哥 会同意林大姐 这个要求吗 这两个人见面后 会不会擦出些火花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不厉害大姐 迎迎我们的 他们这屯子 我带着屯子 干过工夫家活 你在这屯子 干过工夫家活啊 大哥家 离你这家的 开小车 就十多分钟 我先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焦育库 焦大哥 林立真 林大姐 大哥说 在这个屯上 在这屯干过工夫家活 从那个王景贵的老房 我给盖了 啊 钱给的 你是哪的 我给钱男屯的 啊 毛家小男腿的 嗯 在那儿那个呢 对对对 贼劲 就是刚才过来的 毛家小男腿的 开三轮到这儿 就十多分钟了 就十多分钟了 老近老近的了 一般嘛 就算 我都看好一个 不是这一个 有的 皮他强的我还没想到 关上他在哪里 在有的皮他强的岁数 差岁数 他岁数挺相当的 那该咋是咋 农村嘛 咱说黑是黑 那盯在外放牛 这个牛 我搁草 那咱说能处你 那叫十里吗 能白净吗 我问你 你还种地现在 种地 种多地 一上地 家里落牛 正好为了牛结了 几个落牛 三个现在剩四个了 老板多完四 啊 多完四呢 今天穿三个份四 啊 四不上 三个份四 他精神病 应该能不能听说跳江那个 不是跳江 就是穿年三个份跳江那个 没听说 没听说 他自己听我的 我那时都报警了 应该说 咱们全都要事都能知道 不知道 没听说过 他不信心想他叫他死 管啥他个儿还有个伴儿 他方方点点的 夫妻 从小夫妻 那不就是那种事吗 从小夫妻 能不想搬路夫妻 他两码事儿 都有感情 你找你家同医吗 你说我那俩孩子 同医院 就是他们俩主张 叫我找伴儿 他们给你报名 是你自己报 我自己报的 他们现在都在工地回不来 一个在沈阳 一个在长城 两人见面后 林大姐完全掌握了主政权 几个问题过后 他就把焦大哥家里的基本情况 了解得差不多了 除了觉得演员稍微差点 他对焦大哥的其他条件 还是很满意的 接下来就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那我还要找完 就是往家找 我上你那去是不能去 往家找 我往家找 我关啥 我孩子俩还没结婚 你孩子回来没有家 对对对 上你家怎么得平和你家 没结婚 结婚 他两码事儿 结婚我就不管了 那咱俩走到一起去 我是往家说 不能拿来找 因为家有老牛 还对啥 对 那就不行 啥 这几分钟事儿嘛 这玩意儿能从来说话时 也会 那就行就行不行就行 不行就拉倒呗 那我根本就不能上他家去 他不能超外走 我也不能超出找 行行不行就拉倒呗 这玩意儿就是那种事儿 就是这么事儿嘛 他要不去找 我不超出找 因为我得超回数 那不是大姐 你们俩家离得老近了 就十多分钟 你平时在他家 就比如过年的时候儿子回来 你再回这儿来呗 那你说平常岁 这么家冷 舍不得这个家 家条件是种 因为不上我家来的 我说没办法了 大姐你说你俩家 就齐大哥那小三轮尺 也就十多分钟 你说人也相中了 家庭条件也行 年龄也相中 你俩还都是丧 然后儿女还都出手了 你说各个方面都相应 就非得 可就掐死在一个事儿上了 不行 我不能到女方家去 因为我家养老游 啥子中低 我怎么算好 都是那么想离得近 他说他儿子回家 那我儿子回家怎么着 我也俩 你不那么事儿吗 没有调和预计 我说找对方 找那事儿 就是他没房子 那事儿的 完了他能上我家来 我就这么心 我要点电视感觉 要看中了 哪个了 要没房子 我就给你打电话 拜拜 离开了林大姐的家 焦大哥这才跟红娘 说出了他心里 最真实的想法 其实啊 只要两个人 各方面都合适 他并不介意 去女方家里生活 只是呢 大哥觉得 他养的这些牛啊 鸡啊 不能扔 毕竟这都是来钱的道啊 而且呢 林大姐家 一呢 是没有地方让他养牛 二呢 大姐也没养过 他肯定是接受不了 大哥养这些东西的 以后俩人 不一定能够生活到一起去 所以啊 他还是希望红娘 能帮他找一个 喜欢养牛养鸡的大姐 于是呢 红娘为他联系了 家住公主领事 夏台村的 朱秀枝 朱大姐 朱秀枝 朱大姐 我是红娘 孙茜 好 朱秀枝 59岁 丧偶 居住地 公主领事 夏台村 两赏地 年收入 四万元 平房六间 在这放羊呢 就是为了打发时间 也为了锻炼身体 我也不玩 也不打麻将 我还不愿意穿蚊子 所以我没啥事 我就整几条羊吧 我孙子乐 喝羊汤 我这养活的羊 也是锻炼身体 也为了给孩子们 就是说 今年春天的那 猪贵 粮食也贵 买几条羊吧 就当猪养活那种 今年59岁的朱大姐 天生就是个 闲不住的人 她跟红娘说呀 自己不打麻将 不串门 每天再不找点活干 可不就把身体 呆出毛病了吗 远洋之前就种地 我们家是修理副 都是这些活都给我 我看你家那个 就是那个房子 正好是手刀鞭 是不是 对 就当时就在那块开了 对 那你之前是学过吗 还是 老头学过 我没学过 他还 就是说 扎一线也不会 就大伙就是都来干活的 他不在家的时候 大伙就是非得 扎整走不了了都整 说摩扬车要扎了 你要不给他 扎他四轮车扎了 他走不了 所以我没招呼了 比的 给我也比回 我也就跟着 就后来你也回了 基本上点点汗 就是原先就是说 走这个马车棚子 整四轮豆啥的 都整跟着整 朱大姐的勤劳能干 那在整个村里 都是出了名的 之前开修理铺的时候 老伴儿出外干活 他一个女人 完全能把整个店 都支撑起来 什么修车 电汉的呀 都不在话下 现在修理铺不开了 闲不住的朱大姐 也总是能给自己 找的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of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ay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rom hom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ight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从两年前老爸去世后 每天养养鸡鸭鹅的 在收拾收拾园子 就成为了他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 盖 大一些吧就是他有点瘦 就是脚子干活没劲 去查去了 查两份把都没查出来 等会儿查出来 做那个加强自贡证给他做出来 57发现 57 58没 从发现到至7个月 老伴去世的时候才只有58岁 朱大姐经常感慨 俩人当初从白手请家 到如今攒下的这个大房子大院子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老伴就这么一天腹都没想着的走了 还扔下了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孩子们都同意 闺女都同意 想找个啥事的 都挣个岁数了 儿子满堂的 你说好不容易晚年找个幸福找个伴 你说那要各长各的心眼 还能各得一起去了吗 那还不如自己在家多省心 你想干啥就干啥 那你说就是说像我似的 我哥哥养我自个儿呢 太板上了嘛 还用谁吗 这不就是为了说一个人太孤独了 一个是勤劳能干 只想晚年找个伴的朱大姐 一个是老实本分 想找个媳妇相扶到老的焦大哥 这两个人见面后 又会发生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呢 在红娘的陪同下呀 朱大姐来到了焦大哥家 所在的德惠市岔鲁口镇 而焦大哥已经早早的 在村口等着接我们了 哎呦我的妈 这刀 哎呦妈 这天明天也成了我看 那你呢 他那里面的刀不打好走 先把名字叫了吧 大哥得下来是不是 这也是焦玉库 焦大哥 这是朱秀之 朱大姐 你好 演员还行 看传音话挺点意思的 是道远 这地方没想到 这出门就你 这刀太拧拧了 新郎二过来的 从工作人员 那边延大城的那边过来的 这坐车得坐三个刀去 先回家 先回家 上去来 这刀可 这超大的我这 他有啥的我 不好走啊这 走吧 车不好走 你们家这刀那块好是不是 对 这真好 哎呦 这姐这家的 我也试试 哎呦 哎呦 身体好力量 那下车都蹦下来了 手上它就蹦下来了 是不是啊 大姐之前养过 大姐之前养过 这些年 没啥养过 看看牛吧 就是你哥老头 没了以后才买 我一直在养 挺好这个大鱼牛啊 那是都脆点了 现在 挺好 虽然猪大姐对焦大哥家门口的这条小路不是很满意 但是到了焦大哥家后看到这满圈的牛还有收拾的整整齐齐的院子 猪大姐的心啊还稍微觉得敞亮了点 至少通过这一切都能看出来眼前的这个男人还是很踏实肯干的 比我干净比我厉手 我活多 我们没时间来清理 但是你可要知道 我凉上我的眼 他刀手一半立着多 这是 他男生 我也是 我比人家多一倍的 看看咱猪大姐这巾帼不让须眉的劲啊 只要是在干活方面 就没有他认输的时候 参观完焦大哥家的院子 又看了整个屋里 猪大姐现在再看看焦大哥 可比刚才见面的时候顺眼多了呢 演员暂时丑的还行 毕竟都这个事儿说了 条件也就这样了 对不对 就是看看他性格上 他后半生的生活 他咋难配 就是将来咱俩要在一起过的话 你的经济咋难配啊 是你个个来掌握的啊 是咋难配 都是长不了的 一切都长不了 就是说谁长我都行 我们说我要把钱把一杯 说算说一杯 就是说 就是将来再撑家的话 就是说 叫我花一分要一分 这是不现实的 这正是不能了 他有这个管理能力吧 可以逃跑 怎么说 正常的家庭 家的收入有数量 我真想收入太累了 我这半个也太累了 不是 家的收入有数量 地也有数量 收入也有数量 花销支出也有数量 可以 但是三十五十人拿不上 大数根本它就不能差的 对不对 这一辈子竟敢热了 这点事肯定满足人的 是吧 对 略不得松手 挺能干点活活 是啊 对于猪大姐心里最在意的这个问题 她已经从焦大哥那得到了最满意的答案 可是眼下她觉得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想问问焦大哥的想法 我有点最不可信的是有点远 因为这来回得六小时 就是是我家那块条件 要讲过日子比你家这块上 比你家这块好 他这块有啥发展 因为我那块你要养个啥 你就是没啥事 像我们俩养个三个五个牛 高一人去放牛 一人给家监管这些 挺好的 有地放牛 因为大河一片去可好可好的 大哥你家就是没有 你没去大姐家那块 大河一片大河你知道吗 然后有那个河样 有河套的是吧 河好了 而且大姐家院也大呀 我家老换出来 你意思是说到我这头来 还是让我上你那头去吧 就是吧 好像就是 隔哪一头 你上我那头去 把野角发声 零零到声地上不习惯 我上你这头来吧 也是不行 不习惯当中 还是我上你这头来的 但是吧 你说我那头家能力也成可惜呢 所以吧 我就想两头短 或许是猜测到了 焦大哥很有可能会拒绝搬去他家住的这个提议 所以 猪大姐这边呀 也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想法 那么 之前反对去女方家住 只想娶个媳妇回家过日子的焦大哥 会做何选择呢 他和猪大姐今天的相亲 还能顺利进行下去吗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两个人见面后 猪大姐和焦大哥对彼此的印象都非常好 就在两人聊得好好的时候 猪大姐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希望焦大哥能跟着他去公主岭生活 因为他觉得 综合两家的地理环境来看呢 他家会更适合焦大哥养牛 那么 之前一直抗拒去女方家生活的焦大哥 是怎么想的呢 行啊 我一时能出来可以到他们去 这俩吐口了呢 昨天这谁跟我说的了 不行 我得往家里头找 这不是银相应吗 银相应吗 主要插着银 银相应了也能去 银相应到哪都可以 多满意 哪样都行 办人说话呀 办事哪样 看都其他啥的 这人这性格干活也错不了 就不用上家看 能看出来的 要不怎么说呢 遇到了对的那个人呢 一切条件就都不是条件了 焦大哥最后做出的这个决定啊 就完全印证了这句话呀 两个人互相留了电话 焦大哥依依不舍地 又把猪大姐送到了村口 他说呀 等秋收的时候 孩子们回来 跟他们商量一下 就搬过去跟猪大姐一起生活了 要说这俩人还真是挺般配的 可是遗憾的是啊 就在几天前焦大哥给红娘打来的电话 他说他和猪大姐的事啊 暂时搁置了 因为孩子们不同意他离开家 去女方那生活 所以呢 只能非常遗憾的 错过和猪大姐的缘分了 那其实啊 我们也非常理解焦大哥的孩子们对于父亲的担心 但是啊 做晚辈的最希望的不就是父母到了晚年 有人陪伴 过得开心 身体健康吗 只要是有这些做前提 他们到谁家生活 这不都一样吗 啥是家呀 俩人在哪儿过得高兴 哪儿就是家 你说对不对呢 那也希望大哥大姐能够再好好地考虑考虑 商量商量 毕竟遇到一个这么合适的人不容易啊 那好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